为了改善池运山殡障园区连外道路的路面品质 吉安湘公所从12月7号到12月12号1年6天 要进行路面刨除及铺设道路改善工程 而考量到刨铺再生厘清虎泥土的品质和安全 届时池运山的殡障园区会暂停火化厂 怀恩堂还有执障区等殡障的设施业务 吉安湘池运山殡障园区设有花莲县北区五乡镇 唯一的火化厂对民众而言十分重要 不过进出园区的连外道路却是年久失修 这次特别获得花东基金经费挹注 除了要改善连外道路的路面品质 同时也进行石沟处理 山坡地道路排水处理 还有道路花台的打除及入口牌楼整修等多项工程 我们从入口的花台来敲除 让我们的一大道真宽以外 也把我们常年失修的排楼来作为一个修缮 那因为年久失修加上我们0206大地震的时候 让我们的这个地面路面也造成了我们军业的状况 让我们的雨水浸流也渗入到我们的地底层 所以也让我们的所有的排水的整个影响 来增加这个危险性的增加 所以这次我们从我们的这个入口处一直离一大道 到我们山上的整个池云山的这样的一个路基面的整平整修工作 我们来做一个重新的重整之外 我们也希望把排水跟整个周边的这样的安全性来做好防护 那同时在这里也呼吁我们从12月1号开始 我们进入了我们的这个纳谷塔跟我们的殡葬园期 也拜托我们所有的乡亲好朋友 一定要记得戴口罩来配合我们整个的政令的执行 这项道路改善工程从12月7号起一直到12月12号1.6天 在施工期间会暂停火化厂淮恩堂 还有执葬区等殡葬设施业务 请民众多加体谅 相公所也提醒行进施工路段要小心慢使注意置身安全 借许立群既然相报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